人犯婦人穿著運動潮牌上衣 站在銀行櫃台 堅持要把錢匯到非洲去 你非洲哪裡 你日立 匯多少 匯1000歐元 他的東西去給他扣押 這名男子就是婦人口中的他 金髮 高壯 帥氣 身穿名牌Polo衫 像是愛家的好男人 他是跟我借錢 讓他渡過那個難關 會扣押的東西一定是偽禁品 運輸偽禁品 那你是不是也是共犯 德錦出招突破盲點 婦人頓時說不出話來 他也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我們都是基督徒 男子除了甜言蜜語 竟然還用宗教拉近距離 47歲單身的陳姓女子 在臉書認識自稱是 德國的生計工程師 靠翻譯軟體談情說愛 加百烈答應把她取回德國 還說會飛來台灣見面 不斷灌米湯 錢好好留著一千歐元 三萬五你要做多久 一個月 跟副帥的白人形象 把單身熟女騙得團團轉 因為我們發現她的臉書 都是很多外國的友人 如果這些朋友都叫你會錢 你就要馬上封鎖 這個婦人下定決心要封鎖網路男友 你可以封鎖 我教你怎麼封鎖 封鎖 按下去 他就封鎖了 對啊 你把他真的封鎖了 可以解除封鎖 語氣還是帶點不捨 就希望他真能清醒別再上當 謝謝陳鎖民 紅豬尾高雄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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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